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家在东北 所有的辉煌和乡愁也都在东北 但是他重获自由后 却未能回到东北 这是为什么呢 很多人说 张学良不回大陆是无言再见东北父老 其实不然 他是想回东北的 而且大陆方面当时也在积极运作让他回来 但是终究未能如愿 据张学良的侄子回忆 张学良在九十岁生日宴上钦点的一首思想曲 当小提琴声响起 这位茂迪老人瞬间两面痛哭 气不成声 对想家的思念之情喷剑而出 而且当张学良得知自己即将被解除幽禁时 他早早就买好了回北京的机票 打算过完生日就回到他阔别半个世纪的家乡 但台湾方面一口回绝 给你自由的前提是 去哪里都可以 就是不能回大陆 就是这句话让张学良的归乡之梦彻底粉碎 张学良万般无奈下财邪夫人赵四小姐 远赴美国与新人团聚 后来当张学良也曾有机会回到祖国 但那时他已年近百岁 无力折腾 所以才说出一句 我会去干什么的无奈感慨 中国人向来讲究落叶归根 张学良对东北大地充满眷恋 对东北人民却充满愧疚 飘零在大洋彼岸的张学良 每天午后都要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护上一阵 他说他想念父亲 想念家乡 不抵抗丢东北市张学良一生最大污点 他也因此失去了一切 包括权力地位声望 以及全国人民的爱戴 张学良晚年对此人耿耿于怀 难以放弃 2001年10月14日 101岁的张学良并驶于美国檀香山 临住 他对着中国地图 盯着东北所在的区域良久 然后乌野地说出六个字 对不起 回不去 对不起 回不去 短短路 各自却说出了张学良一生的遗憾 与心酸 有愧疚 有不舍 也有无奈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对不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